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们观察一个生活当中的戏剧 也很有文学性 甚至策划的这个人 我认为需要有一些戏剧文学的构思 先看看几张照片 这是3月22号在广州发生的一幕 这个母亲叫谢三秀 她抱着的这个女儿得了眼癌 我还第一次听说眼睛还会生癌 那天她就从广州大道 往天和体育中心的这个方向 跪爬跪行 就跪着往前走 一公里 然后走到半截处 街上的人就纷纷侧目 你再看下边这个照片 走到半截的时候来了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现在好像已经被开除了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这是天涯社区的一个版主 叫这个 他网名叫金泉少侠 金泉少侠 就这个年轻人 你再看下一张照片 这是最近这俩人 谢三秀和金泉少侠 当着这么多媒体的面 道歉和哭 为什么道歉和哭呢 说我们骗了大家 从头到尾 这是他设计的一场戏 这个人家应该叫什么呢 谢金泉呢 还是叫叫 不是母亲叫谢三秀 这个是金泉少侠 金泉少侠呢 炮制一个什么呢 就街上就拦住他 说别跪了 然后呢 就说这个广州有个富家公子 就跟这个母亲讲 你在街上这么抱着孩子跪爬 对吧 一公里 我给你两万块钱 然后问题怎么挑动怒火呢 这哥们就半截来了 说别跪了 广州这富家公子啊 言而无信 嗯 不给你钱了 结果一下子在网上 人们这个搜索呀 嗯 最后就很快就弄出来啊 这个金泉少侠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广州富家公子 他现在出来道歉吗 他现在道歉 他说我是 他说我也不为了我自己挣钱 我看见这个母亲可怜 我也是做好事 但是我确实是欺骗了 大家 我是一个网络推手 我策划过很多网络新闻 网络事件 所以他这一采访 我才发现呢 有这么一群人在网上 在干着什么事情 林导演跟你都是同行 没有 他们比较像是个罗宾汉吧 如果这样讲的话 就好像这个网络是个江湖 然后他们要在 他们是侠客 对他们是个侠客 就是夸好的这样子 结果这个激动了大家的同情心 激动了大家的怒火 我愿意不平 谢三秀现在收到的钱据说有28万左右 但是他现在就是说我不该欺骗大家 我这个跟大家道歉 大家不要再这个寄钱来 但是那些个周围围观的人呢 那就不依不饶了 说你这个是干什么 可是你知道吗 也有争议这个事 就是说也有人说 说这个金泉少侠 他毕竟也是做好事 当然他不应该欺骗 可是这个母亲的确是求告无门 就是跟这儿说说 这儿不给钱解决不了 他孩子要看病没钱 听说还找过香港的什么慈善组织 最后反正都没有得到回应 那么他也是走投 这母亲说他给我支这个招 我也是走投无路了 那这咱能理解说 为了得眼癌的这个女儿 做什么也可以啊 只要能达到这个医疗费 有这个好像这个不能怪这个母亲 这个母亲没什么错 甚至他参与在里面 他也谈不上错 对不对 他还是试掩他自己 他还是演他自己 而且他做出那个姿态 我们先不评判这个事情的对错 先从后果看 它会产生两种后果 第一个 它会激发一些年轻聪明的年轻人 跟着来也来策划 各种各样的这种网络戏剧 比聪明 比聪明 因为这个很过瘾 就是说你看 你本来是做梦想想的事情 或者聊天 大家吹牛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变成现实 我估计这会激发很多创意 但是第二呢 它会产生一个后果 就是它会磨顿大家的同情心 会使社会公众 对于将来一些 本来应该感人的 正义的一些事情 从此人们再不相信 使得大众的这种人道的 对国家的信心 对社会的信心 变得就是更加权辱 更加的 所以这个前者也许有点积极性 但后者的消极性是非常之大 后者的消极性 我自己碰到过一件 同样的是 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还讲过 我过罗湖的时候 有人要饭 我一般是不理的 结果有一次碰到一个中年男人 跟我要说 就是说我怎么掉了钱了 什么什么 就这一套 我本来也不理的 就在旁边看到他的儿子 他儿子大概十二三岁 我当时就震惊了 因为十二三岁的孩子 看着你父亲 我们都做父亲的人 你知道你这个太不像话了 你让你的十二三岁的孩子 看着你去在街上求陌生人 我崩溃 而且这个孩子是一副很不堪 就是很看不了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在街上 这样来做这个事情 那个表情 我觉得这个父亲真是做得太实败 但我那时就给钱他了 给钱他了 给钱他了 后来回来以后 跟朋友讲起这个事情 朋友说这个可能是假的 把我搞彻底搞混过去 他说可能是策划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吧 美国就有一种新的电视节目 叫真人秀 那最早的真人秀是什么 就是把一群大学生 就关在一个房子里面 然后呢 就全部都是镜头 所以他们要吃个什么东西啊 或许谁到谁的房间去了一下下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 24小时直播的 对 那你要情愿进去 因为你进去之后 你就会变成有名 这是我记得 我在伦敦看的时候 应该是1990年就开始了 那我觉得刚才听了 徐老师讲的这个 其实跟真人秀有点像 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被这个真情啊 我们认为是真情打动 但是那个真情背后 也有很多的戏剧 然后这个东西 从你刚才讲的那些受众来讲 就是娱乐 所以如果他正经八百的 去求说 我的孩子生病了 所以我需要一些东西 大家是不管的 但是这个东西 必须要经过这个娱乐的 对 就是要有戏剧性 对 这个推手他最成功 就是他懂得把很多事情 去娱乐化 这个小孩啊 原本也不是什么 就是出来也是打别的工 说是一进入社会就给骗了三回 然后慢慢摸索 找到这么一份工作 他干这个不止一回 而且呢 他揭发出几个 比如说这个网 跟网络水军的关系 人家说叫网络推手 和网络策划有什么不同 他说一般呢 弄个置顶的那个帖子 你都可以叫网络推手 他说但是网络策划 不是随便叫的 策划指的是 你有一个成熟完整的计划 比如他举了两个例子 我看了我都是吃惊 我看了就说我有理由怀疑啊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策划的社会里 就是说你刚知道 不是因为到什么程度啊 因为到什么程度 他说有些这个主流网站的头条新闻 是策划出来的 那么你该怎么就 就是说你在那喜怒哀乐 在那参与或者捐款 在干嘛 包括这个里面还有很复杂 你像他知道这个最高最高的收费啊 有收到几百万的 比如说一个企业 委托你搞一个这个东西 对吧 甚至有些企业是委托你抹黑他的这个企业 然后他们呢 做计划 然后这个工作呀 跟层层分包 有很多网络水军在挣这个钱 让他们发多少个帖子 或者怎么怎么 咱们这具体的专业我也不懂 还有就是说弄人的 包括就是说他是维权的 你或者这个就属于为了救孩子的 你看他得到的经验 我觉得完全是 我为什么我要跟他同行啊 就戏剧导演考虑的问题 你看这个小孩才二十多岁 他就想 他说我想要让这个母亲的事件呢 引人关注 第一要有这个过火的行为 这样这个跪爬这种行为 这跟行为艺术一样 要吸引眼球 抱着小孩跪爬 然后呢 光这个还不行 我觉得他最阴的就说出第二招 他说必须要让人愤怒 你必须要让人愤怒 于是他才弄出一个所谓广州富家公子 而且还这个这个这个说话不算数 对吧 答应给钱 让这母亲这么 调动民众的这个仇富情绪 然后对父女儿童的这个同情心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很传统的 其实这就好像我们以前看的很多古典的一些文学跟戏剧 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恶霸 然后这个恶霸他造成一种压迫 然后有人受害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其实还蛮传统的 也就证明说其实很多时候你说他利用我们的同情心 倒不如说他有抓到我们的人性弱点 这个人性弱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都会把自己带入那个弱势那个上面去 所以领导演你看我发现你们这个现代科的戏剧 我就感觉到好像往往要点不在于引动人的感情了 你在你的戏剧里经常是对这个社会的这种反讽 这种这种味道调侃 布莱希特 占了上风 反倒是咱们传统戏里边让人哭让人怒 所以我们这种戏比较没有那么受欢迎 就是对怀疑对什么事情就不要那么流眼泪的人 最近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天而已 就是我在微博上面我也发表了一个想法 因为我看到香港有一个主流的电视台 他们做了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就标榜有两个事情的 一个叫华丽一个叫明星 所以理论上就是要把明星请来进行一些华丽的比赛这样 但是我一看就是只是三几分钟 我就马上看到那些明星很华丽坐在那边 然后要回答一些问题 然后其中一题就是说 那在这些明贵的食物里面 我们来想一想有哪些食物 其实是跟屎就是大变 这个字的发音是一样的 那然后所有的嘉宾都在想 有哪种屎啊什么的 但是在你面前是很贵的 那个叫scallop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那就是scallop就是那个海带 不是那个海贝 海带 不是海带 是那个叫带子 广东方叫带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会问一个女明星 她的绯闻男友的生日 那观众都很乐 但是我一看我看到的不是表面的那些答案 我第一个就看到说 你不是说要华丽吗 为什么还是要回到那种 所谓的最粗俗的一些问题里面 第二你说明星 然后你要看到那个明星很尴尬 因为那个是他绯闻男友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 也满足观众的心理 对但是呢我把这个写上去 我就说哎这里其实是 刚刚就华丽反华丽的 这是去明星化的明星 然后有些网友 或许一些微博的朋友 他们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 就是我们只是要笑一笑而已 你把这个东西弄得太复杂了 但是我就说 其实这个笑并不简单 这个笑背后有很多像我们刚才在讨论的 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头脑比较拐弯多的人 他会想这个问题 像我们一般人 其实我觉得其实一般人还是淳朴的 对吧 一看哎呦感动了心酸了给钱 一看哎呦这个坏人为父不仁 就怒了杀了他 对就是这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总觉得我就跟一般人是一个群体里的 就是我不愿意把这个世界想得太复杂 包括他们跟我讲的很多背后的策划 老实说我都半信半疑 可是事实啊就经常出乎我想象 就是说难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社局的社会里吗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你比如他们给我找的材料啊 说林志玲 我在跟你讲的时候啊 我都在怀疑 我觉得这难道是有可能吗 可是大家就说的有鼻子有眼 说你看这位台湾第一大美女 在没有任何优秀作品的情况下 红的发紫 说问题在于哪 他背后有一个精英策划团队 还叫什么AD什么工作室 港台内地的这个这种人 资深娱乐人士组成 说他们非常了解林志玲身上的优点 在出道之初 因为他的模特身份和他的嗓子 他的嗓音比较那个干嘛啊 不可能在音乐方面有所突破 所以他们就先在人气上做文章 早期策划了诸如林志玲与颜程旭 玉金亲密照 一下就一夜走红 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呢 在林志玲高曝光率的情况 充分向大众展示这位大美女的完美身材 就一系列的写真 是吧 然后呢 第三步 提升商业价值 在写真出炉后期 媒体不断爆出他高额的饭局价 就吃吃顿饭的这个价钱啊 和代言的价钱 呃 该团队也适时为其发展了一系列的富豪恋情 新闻事件 哎 一系列的塑造 使他今天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女神 我在说的时候 我都不能相信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偶发的 可是你看 但是这是两回事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像林志玲这种幕后的策划哈 这是文化工业当中的正常现象 嗯 几乎现在所有的明星 所有的他都背后都 因为很多人都靠他吃饭 是 对吧 像尼克克曼 就是他们说他一次绯闻以后 他的片套就涨一次 一次绯闻又涨一次 所以他们几乎发现他要再谈一次恋爱 他的片套都可以搞 那背后并不是他自己的原因 他整个梯队都靠他吃饭 甚至一个片场 很多都都在靠着他们 所以文化工业的这种幕后策划 跟我们现在讲到了 网上的这种社会事件 或者是说 网页的被人策划 比方说某一个产品 他其实点击率不那么高 他们花了钱才弄高 或者某些人的博客 其实显得不那么好 但他老排在前面 我觉得这个两者有区别 一个是合约关系 你是顾客 我是我是制作者 我把它包装的漂亮 所以可以算包装叫炒作 而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是造假 我觉得像刚才那个 后面那个造假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两个 稍微区分一下 但是这个戏剧人生 他有这个真和假辨别的清楚吗 我觉得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在看电影 或许我在看舞台剧的时候 我除了看他的故事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那个人的元素 所以对我来讲 如果那个人的元素 是越能够清楚的话 我觉得他的诚意 或许他对我来讲的价值就更大 问题是像刚才两位说的 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特别人的时代 我们其实整个走向 活在特别瘦的时代 我们是活在一个比较非人化的时代 因为我们所有的情感 都可以被设计出来的 尤其现在我们说一代比一代 接受这些东西是现成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个过程 我们只是想得到那个结果 变成我们都在搜寻哪些东西最快 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 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跟现实距离越远了 当你跟现实距离越远的时候 你的判断能力就没有办法从经验里面来 你就只能别人告诉你什么 就看他讲的好像特别大声 或许他是特别有方法的话 那我就站到他那边去 所以戏剧有一个 其实很困难的一个命题 就是你要让人这个元素 能够重新被大家相信 不然的话大家都说 你给我答案啊 你给我一个formula 给我一个方程式啊 你给我就好了 他不要说我要付出 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些 人之所以为什么那么容易 就相信这件事情 其实也就是说他点击而已嘛 他只要相信就好了 就是其实有很多路 你是要拐着弯 然后你要走过去走回来 然后你才知道说 原来我是谁 你必须要知道我是谁 你才可以了解到 其实这个世界 有多少人跟你一样或许不一样 但我听着他这是 对人类过高的要求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不会再想起这个林志玲 不是在春晚上还说吗 当托儿你比我有经验 本质上托儿就是一种策划 就是一种设计 我就说啊 先不说这个所谓金泉少侠 他干的是他们现在在来讲这个是非 我从这得到的联想 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就是在一个策划的时代 这跟古代啊那种比较原始的淳朴的时候啊 完全不同 你比如说选战那就完全是策划 还比如说你说真与假 我认为有些真与假的界限不清楚 好比说一个吵架的节目 我跟你讲我电视台的我知道 那么有几分针几分假 导演也在暗示 那嘉宾呢 你最好跟他集美等眼 你们得吵起来观众才爱看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说的是假话 他只是被导演呢暗示了一下 他的情绪要要起来 再比如说你说这个包括很多慈善活动 那么好慈善活动导演就说啊 我们要让大家给这家人捐钱 我们得啊有点戏剧的这个设计 怎么出来 然后你得哭啊 你得哭啊 甚至是导演 我跟你说我是主持人嘛 我知道嘛 导演有时候跟主持人说 说就看你的了 你得把他说哭了 你一定得把他说 说哭了 咱这动情点晚会讲动情点 我我我见过电视制作过程当中 上面的人一哭啊 下面那摄像就 没错 就是说达到这个效果了 没错没错 这个这个 所以当然再讲深一点 张爱玲的说法就是说都市人啊 就是他们都是先看人工的东西 再接触自然的东西 对对 先看电影里看人kiss 然后自己才真的kiss 对 先看电影里的大海 然后才见到真的大海 现在是这样了 那你想现在中国也是在巨大的城市化的过程当中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摆脱农村的这个直接的生活方式 进入到 所以我刚才讲就是戏剧跟那些策划很不一样 我我我甚至在觉得我这两天在瞎想啊 我想韩韩纽约时报写专栏第一篇就要写百度的事情 百度这样一吵了以后 他在美国的股价反而上升 你看双方都获益啊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你知道但是我马上又提醒自己 我的劝告是我的原则是 不管有多少假 我还是假定他身 我也是 因为这样啊 自己活得比较简单 还有还有就是美国法律的一个原则 你先假定这个人无罪 你先假定他的身 你我以后你再猜穿了 我就受损失就受损失 但是我不能因此就什么事情 我都想这个阴谋论 没法活啊 哎呦可是中国老百姓都是有罪推定啊 是吗 要不然怎么抢盐呢 碰见点什么事 那就抢盐呢 为什么 那就是大家就是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时候 先认为这个事是假的 比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你信不信日本的官方 关于这个核电站的危险的程度 这就是一个最大最现实的问题啊 你现在现在商店里 日本来的草莓减价一半 你买不买 这个这个就是最大 你要相信日本的政府 相信他们在做的很 你这个就应该买 因为他做的很好 他温室的 说没问题的 可是要稍微来点阴谋论的话 为什么降价 所以林导演 我觉得你在你改行 你比较能够挣钱 在这年代 没有 其实你说 你可以做戏剧 你也可以做广告 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子 因为广告 他就天天要排出戏出来 我取他 而且老实说 那个收入要比起来大很多 就是跟我差不多年龄的 现在做广告的 都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辆车子 我取房子了 但是这个就不是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放在社会里的人 是这个年代能挣钱的 我来说 我来说 我跟你说 我来说 我来说